第25題 見解想要在同志的湯池上鍍上一層銀 則下列操作何者最適當 我們跟同學講過你要記住 我們電鍍的時候 被鍍物呢要放在負極 擬鍍物呢要放在正極 在這裡的被鍍物就是銅湯池 擬鍍物呢就是銀 同時我們說 我們必須要採用 含有擬鍍物離子的電解值 這邊要鍍銀 所以它必須要含有銀離子 比如說硝酸銀 所以呢選項A說要用硫酸銅當電鍍液是錯的 選項B說要用硫酸銅當電鍍液呢 也是錯的 剛才已經講過了 銅湯池要上鍍上銀 金屬是在負極生成 所以呢銅湯池要放在負極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答案應該是珠 所以第25題問我們說 下列操作何者最為適當 我們答案呢要選的是珠 以硝酸銀溢液為電鍍液 將銅湯池做負極